Hello,各位好,我是冰冠 今天挑选了两场11本的天女狗球 都非常简单,因为搭配上了投石车 投石车在10本11本中属于英雄级别的存在 甚至比英雄更厉害 好,我们进游戏看一下 首先在右边点两个黄毛,后面跟上投石车 天女布置在12点多一点的位置 左边点个龙宝,断下边 这边要故意不开墙,让女王往下面走 因为如果开墙进去的话 女王有可能不往下面走 那对方的援军有可能触发不到 因为在狗球部分比较怕对方的女王 和有可能对空的援军 所以在天女部分 尽可能的要把这两个单位都处理掉 给上狂暴 然后我们注意一下女王的走位 马上拐进去 触发对方的女王 所以我们在阅读阵型的时候 一定要围绕关键的单位去分析 这里马上要锁定对方的女王 打完之后女王会往下面走 这里点一个抄炸 帮女王开下墙 引导她往内部走 然后援军前面会有一个单头塔 不用急 这里有冰冻法术 这边只触发了一部分援军 慢慢来伤害法术先留一下 因为后方的援军还不知道是什么 打完之后给上狂暴 是两个超级亡灵 那刚才提前给上狂暴 还是很有必要的 11本中两个超级亡灵 对女王还是很有威胁力的 有时候开技能都会死掉 时间还剩1分40多秒 投射车已经打掉了右边 这个脚上的建筑 这里先布置一个蛮王吧 随意布置 蛮王其实布置在9点的位置也行 然后跟上狗球 后面勇王也跟上 这种布置的方式都比较随意 给上急速法术 门王开个技能 单头塔对气球是造成不了多少伤害的 多头塔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旁边侧翼也接应几个气球 正常的套路就是前面布置一排 然后侧面接应几个气球 然后留几个最后收尾 大致的流程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流程也是比较万能的 如果是刚开始接触的 那就按照这个流程 因为前面天女使用的法术比较节约 然后这里的法术都可以给狗球 狂暴下的气球非常给力 什么都能秒 援军我带的是飞龙加几个气球 这里的飞龙也是吸引了一发天鹰火炮的伤害 非常的不错 打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刚才其实操作的比较随意 如果操作的好一点的话 可以后方点几个气球 把这个天鹰火炮先处理掉 反正都能打对吧 所以说也无所谓 好为了节约时间 收尾部分就不看了 我们直接进下一场 第二场跟第一场有些小区别 第一场是女王跟投石车布置在了同边位置 那第二场就要布置在对角位置 而且援军选择了五神 第一场是用的飞龙加气球 援军方面的话问题不大都差不多 然后这边准备好气球 把外面的加农炮先点掉 再布置投石车 投石车的话稍微早了一些 被加农炮打了一下 问题不大 然后布置天女 在对角位置 点个龙宝断下边 我们注意一下女王等一下的走位 会有一个意外情况 女王的上方点个蛮王 帮女王断下边 然后炸弹人开下墙 普通炸弹人开墙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种范围攻击的单位 像法师塔 左头塔 然后女王锁了对方的蛮王 但是对方的蛮王锁了自己的蛮王 导致女王往前面走了两步 天使还被防空火箭打了两下 那这样子女王就走偏了 但是问题不大 蛮王开个技能 快速的把上面的建筑清理掉 不要让女王再往上面走了 然后这边的话要再次开墙 这里的区别是在于 女王往刚才单头塔的位置走 也能处理掉对方的女王和援军 然后往莲弩这边走的话 也能处理掉对方的女王和援军 这两个单位都是比较克制狗球的 当然也有区别 刚才如果往单头塔方向走的话 天女部分可以打更久 但是如果往莲弩这边走的话 那等一下就要布置狗球了 本来是可以打到 还剩一分钟左右的时候 再布置大部队 那现在这种情况 就要马上布置大部队了 天女部分其实已经完成了她的任务 所以不用去管她了 我们直接在右侧布置大部队 狗跟上一排气球 然后再跟上勇王 传统的套路 迎面吹风机也行 因为有足够的法术 然后注意一下左边的投石车 几乎清理了四分之一的建筑 十本十一本中该用什么工程单位 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虽然说其他的也强 但是投石车简单 对吧 狗球部分的话 其实跟上一场差不多 就是正面划一拍 然后侧面再接印几个 最后再留几个收尾 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万能的套路打法 好 那非常轻松的拿下了三星 相信十一本的玩家 看一遍就会 十本的玩家也可以观察起来了 我们下期见